据台湾媒体报道,刘小沁71岁的新婚夫婿王小玉被抱在台湾有私生子,28年前已要移民去美国为有失联,对孩子及他的妈妈刘小姐使乱中气。 王小玉移民美国旧金山的妖妹王琼,岳阳帮哥哥抱不平,称是刘小姐因感情破裂主动带着孩子离开哥哥,称让你一辈子后悔看不到小孩。 王琼说哥哥当时跟刘小姐感情不错,因旁人的事导致两人不愉快,刘小姐说了气话,让你一辈子后悔看不到小孩就失联,哥哥痛苦很久,他认为始乱中气四个字对刘小姐和哥哥都是伤害。 哥哥从未说过刘小姐一句坏话,夸他聪明,能干,漂亮,哥哥的女儿小时候见过他,对他印象很好,也很喜欢他,当时是他带着小孩失联,哥哥费劈腿,他的第二段婚姻是两人分手后七八年才开始的。 王琼更强调,哥哥很喜欢小孩,两段婚姻的三个小孩也都是自己待在身边,绝不会遗及小孩欲不顾。 但刘小姐的亲友透露,去年11月刘小姐好不容易取得王小玉的电话,她态度冷漠还说,你就告诉小孩我死了,并且强调我有家要养,思想急于切割。 今年8月间,她托女儿来电,希望刘小姐别在网络留言关于不认私生子言论。 隔天刘小姐看报才知,原来她要去美与刘小庆再婚。 如果王小玉真有诚意认子,为什么多次来台不通知见面? 刘小姐当时电话中止提出,希望她给一小时时间留给父子协商,不料她却断然拒绝。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 上搜狐视频,很重要的好声音。大家好,我是张慧妹。